Hello 大家好 逢星期五我現在想做播cast 如果大家看到我在IG要問問題 例如有什麼 topic 想說 或者問你們有什麼遇過的經歷 就麻煩你踴躍一點回答我 逢星期五的晚上 可能也會有幾兩小時的播cast 給大家聽著 現在正式開頭 那那個東西是什麼? 你也想吧 歡迎來到 湯中 不是受321嗎? 那有歡迎來到 OK 好像第一天拍片一樣 是 還有什麼 歡迎來到 唐真娛樂 唐真MVTI 我一年前查看我是ENFP 我是INFJ 有些人說時間長久了 其實你的人是會成長的 或者你會遇到一些東西 性格會改變的 那個MVTI不會一直跟隨著你的 現在就是來查看我們到底有沒有變動 它是一個挺典型的INFJ 是嗎? 但其實沒有什麼人會覺得我是I的 Sorry 我剛才跟一個朋友 高清就是拍壽司狼 然後我們也有談到MVTI的 然後他是說 E和I不是代表你那個人是外向還是內向 是呀 我也聽過這件事 我是特意去找的 他是跟你說 你那個人的能量是在哪裡儲起來的 是 I的人的能量就是在自己獨處的時候儲起來的 是 而E的人就是他要有很多人在一起 然後他才會儲得能量 是的 因為我之前也很不明白 說真的我外向就只會在喝醉的時候 我才會外向 這個事情我很不想的 明明 就是我明明很想什麼時候都這樣外向 但是Sorry 我去到一些Party 只要那些Party是我沒有什麼認識的人在裡面 我通常一開始 我不知道之後會變成怎樣 但是我一開始在我清醒的時候 我會變成在裡面 但是我是E的 但是代表你是喜歡人群 譬如E的人 他可以看到很多人 然後我就覺得 無論我是外向還是內向都好 我是想處於那個地方 是的 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是譬如我變成在裡面剪片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人很累 但是 但是我覺得很累 我去一場很多人的Party 我明明不是很說話 我整晚都坐在那裡 我也OK的 嗯嗯 我是會這樣 但是你邀請你是怎樣 我邀請的就是 我雖然我都會喜歡見朋友 又或者是出去的 但是我最舒服的那個時刻就是 獨處的時候 啊 譬如我這麼多年來 譬如我之前拍片也好 我上學也好 其實我給大家的印象 好像是很瘋癲或者很外向 但是其實我是很容易會消耗我的能量 對於一些最親近的人 又或者是那時候上學會比較玩得盲的同學 他們就明白了 譬如我上學的時候 我會 就是很吵的 但是其實最 close 和我一起放學的那個同學 因為我會知道我的那個模式 是不會給他心情感 所以其實我一放學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自己戴起耳機 然後就走去地鐵站 那我的同學就在旁邊陪著我 那他 因為我這個大學同學的性格都很搞笑的 他就是喜歡我這樣 不管他 所以其實我一邊聽著歌的時候 他會一邊跟我說他經常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其實我也在聽著 那我在必要的時候 他問我問題 然後我就會回答他 然後我就會繼續儲回能量 而我跟他的這個相處 我覺得是 真的 是另外一個境界 因為有時候 你釋放太多能量 你不覺得 你需要一些時間去想事情嗎? 我不想想事情 你不想想事情的話 你人生的存在意義是什麼? 你不會想你存在是為了什麼 或者是你想做什麼 或者是怎樣才會有活著的感覺 你想事情不想事情都是會死的嗎? 不是的 就是想你想死之前你想做什麼 或者是我這一生我想怎麼過 沒有的 太多變數了 那就是 沒關係的 接受他 Let's do the task right now OKOK 我覺得太瘋了 已經開播cast 現在搞得好像 你對上次測試 好像差不多一年多前 你覺得現在有沒有變得 我覺得沒有 但因為INFJ 他在結果裏面 或者有時候有人 post INFJ是怎樣的人 他們會說 INFJ是聚醫的I 其實他們是很一般的 加上我是一個雙子座的INFJ 所以其實我純粹是神經病 OK INFJ本身已經很癡癡 都可以是 你也很癡癡 對 那你呢? 我覺得我沒有變的 對不起 我覺得我出生到現在還是ENFP OK ENFP 其實我不是很了解的 你是明天不太了解ENFP 我不是很了解NBTI 因為有些人已經說 哇 你是很J 你是很P 你是一定是很J 你是不用想的 你是一定是J 我問你之前也不用問你最後的 J是什麼 就是喜歡PANNING 哦 是啊 那你不是J P是隨機冒險 我覺得很瘋 我覺得 我覺得不瘋 來啊 來啊 那J 第一條 做你自己的誠實回答 和了解你的性格類型 他每一個題目都會有三個程度的同意 和三個程度的反對 中間有一個Nutra 中間的Nutra 你也可以選擇的 是 第一條啊 你經常交新朋友 他一來就已經是禁了去最同意的那個 是啊 我縮回來 我去 沒有那麼同意 OK 你有沒有解釋啊 譬如有時候有Friend生日叫我出去 都是你經常去一些局 什麼局 什麼局 就是Party 聚會 基本上是Party我也去 是 我經常交新朋友 其實我 是 嗯 是 我都 我都真的不算很經常交新朋友 但是去到一些陌生的場合的時候 我都總是會找到一兩個是很投契的 那就是經常交新朋友 你不用多 還有朋友的定義是很闊的 OK 我怕我心目中的朋友 就是怎樣才會為朋友 還有你心目中怎樣才會為朋友 那條尺都未必一樣 不要緊的 這個 它是跟回你自己的尺 你跟回你自己的尺 我沒有辦法 好像你這樣 我現在在想 是反對方面的第三顆 還是第二 有沒有那麼反對啊 不不不不 其實都不是的 因為我的工種 我想我是中間的這一顆 你需要錄螢幕嗎 不用 這個是怎樣形容 你是 它 這裡如果是 可能剪回到前一點 我是選了中同義 中同義 你是選了小反對 OK 我是小反對 是 因為其實如果我不是做一行的話 我想我認識到朋友的機率是很少 因為其實我本身 我有社恐 我當然有 但我也不斷認識朋友 我的社恐 是可能我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 如果不是因為本身 會遇到很多已經認識的朋友的話 他們會覺得我是不是不開心 又或者我是 但其實我是很不安全 就是我遇到一些 全場都是不認識的人的時候 我是會僵了 我也是的 是的 我也是會的 但是我 你不會啊 你也是一個 我喝了酒就不會 但是人們會覺得我很兇的 或者是我在想什麼 不是啊 我最近很跳的 我去不同的地方 就不關裡面那些是什麼人事 OK 我有時心情覺得很Chill 我就不斷說話 我有時突然覺得不想說話 我就整個局都變成一聲不吹 我是 但是問題就是 那些人 陌生人偏向跟你交談 是嗎 一時時而已 都一時時而已 OK 有人會覺得你很Cool 有的有的有的 但是是是是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好 我們一條題目 竟然都可以說 是這樣的啊 好瘋 是 好 好 你會花很多空閒的時間去探索 各種激起你興趣的隨機主題 我覺得我是中同意的 你中 你反而中同意啊 因為它既然會激起我的興趣的話 是啊 那麼我 那我就自然就會轉了下去 對於我來說 我不知道怎麼去同意它 因為它說你會花很多空閒的時間 是 如果那樣主題激起到我的興趣 是 我是會花時間花到我不空閒 就是你明白嗎 哇 不是 它這個 有條片要剪 但是很想看它這個 那我就看完它 那就是代表是 大同意 你會花時間 對 你會花 就是本身suppose那段時間 你是空閒的 就是它現在不是問你 會不會拿你的工作時間 OK 去什麼 好 看到別人哭 會讓你也想覺得哭 我覺得是同意的 我正在想 我正在想 我一時時的 我看誰哭 我覺得我是中同意 就是如果我 其實陌生人 或者我看一部電影的話 我是極度容易哭的 看電影我哭 是 因為 我想是共情能力的問題 但是如果那個人哭 但是我知道他本身是一個 我不是很認同他的人 他哭的原因 你覺得你是很應該要哭 是的 那我就不會想哭 但是如果是我對一個人 是neutral 或者我知道他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我覺得他哭到這樣 我共情到的話 其實我會比其他人更大的反應 糟了 但是不是 我想起我看電影哭 那些時候都不是有人在哭 例如我看什麼哭 我看黑子的籃球我會哭 當那件事很熱血的時候 熱血我會哭 海災王我會哭 然後 《進擊的巨人》你會不會哭 我到現在還沒看完後的一半集 我想看但是沒有時間 我也在看 但是《進擊的巨人》中間的時候 你會不會哭 就是他去故事篇的時候 有 有 都有哭 對 我覺得你也算是 工程能力很強的人 但是很多時候他們都不是在哭 那些時候 沒有關係 OK 我會覺得這件事 他想問的就是 你見到別人 有一些這樣的情緒 或者發生一些這樣的事情 你會不會很容易 有感覺 有情緒 那這個我大同意 這個我大同意 你會不會最後變成不是 因為我解釋完給你聽之後 我變成不是ENFP 然後 都不要緊 你變成跟我一模一樣 聽完你解釋之後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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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跟另一個人做這個情緒 我又不同了 你又做DNFP 你選了什麼 我選了中同意 我剛剛想說 那個 我看到任何人哭 我都會哭 如果有些人我不是很認同他 我不是很喜歡他的話 其實我是可以很冷血的 我是一秒抽出來的 我未必 我看到人們哭 就總是會 所以 就算他該死 我也會覺得 我會不看 是啊 我會 是啊 不是那件事 不是跟你覺得他該死 是否該死 你會不會共情 如果那個人哭得很誇張的話 我都會 我不喜歡見到這些conflict 或者我不喜歡見到別人很 很慘 或者很傷心 我是不是很看得到的 所以我就會抽身 OK 來 下一個 這條題目有趣 你經常會為這個backup plan 再制定一個backup plan 這條題目 真的是很有趣 我真的很有趣 你同意到終極嗎 是啊 我反對到終極 你解釋一下 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作為一個人 就是我自己 我不代表其他人 我不會想很痛苦地活著 或者是我不會想因為一些 我很魯莽的決定 又或者是沒有想到的一些事情 帶來一些不好的效果 雖然我知道人生是沒有很多變數 沒有得去計劃 但是其實你可以計劃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選了這個選擇的時候 我就會想如果最後那個變數 影響到我做不到這個選擇的話 那我就可以走這條路 那如果我再發現 原來還有多個選擇 已經明白你想說什麼 那我就會再走這條路 到我 這個是 為一個backup plan 去制定一個backup plan 我想跟你說 我連第一個計劃都還沒搞成這樣 就是 我知道 所以你不是經常激動我嗎 但問題就是 有太多情況 是你計劃的時候 和你賣牙的時候 發生的事情都不一樣的 你每次到最後都是撿生 但問題就是 你可以計劃你撿生的那個計劃 還有你做一件事 你最終是為了什麼 還有 你做一件事 譬如你做一個project 你不會想它壞 你是想它好好看一看 如果你是一開始已經不想的時候 那它就會去到一個宇宙的邊端 你就會覺得 你很容易會放棄 或者很容易會接受那件事 所以你就不會成功 下一條 不是啦 我又覺得繼續解釋這件事 就是 這條片很想像 不 就是這樣 可能可以一個小時 這樣 電播cast 我覺得不介意 這些是Hero片 如果Hero片 一個小時 真的多人看的話 你贏 對 我以後做INFJ 神經病 還有我想問你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哥哥你以往我跟你說過 如果你這樣選擇 你之後 你之後 你之後會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永遠都會 朝著我跟你說的那些事情發生 然後你就會崩潰 然後你就會 算了 然後我就會生氣 我就會跟他說 就是說 我早就跟你說了 你要預計這些事情會發生 你才不會失望 或者你才不會失敗 在那個project上面 然後他就會 不出聲 他就會安然地接受 這件事 永遠就不停地循環 我想說 如果他不是我哥哥的話 我真的覺得 我INFJ 其實真的太多事 所以這件事 是我們 這個MBTI的bug 我們很喜歡多管閒事 但其實我正在介紹這件事 很累的 你明白嗎 等於你把backup plan 射給你身邊的人 為什麼要說我那麼壞 不是 你不是那麼壞 你不是那麼壞 但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的人 他不會跟你說 如果你那件事不行的話 他們會怎樣 因為他們不會有責任 CARE你 所以我才會說你要backup plan 如果你有backup plan 其實你是對你身邊的人 對你的家人負責 是嗎 是嗎 你對 你通常會保持冷靜 即使再很大的壓力 是的 麻煩你 反對 是的 你有多是嗎 我很是的 大同意嗎 因為我在最大壓力的情況下 我真的會冷靜到不得了 因為我知道 我當下要處理那件事 但因為我是一個雙子座 其實我會在那件事 緩和的時候 我就會發出來 我就會覺得 嘩 剛剛我差點死 你明白嗎 其實那時候已經不是在死 即是那時候已經是康復了 但我需要把我剛剛 極大壓力的情況下 的那個情緒 那時候才發出來 因為如果我在最頂端的時候 我就已經發出來 那就變了我沒有得挽回那件事的事實 但我要救那個 急放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理性 我自己是少反對的 是 因為譬如有時候去到一些 我都試過會有一些 可能要很live 在台上 你即時要處理的那些狀況 那我自己就 我其實是很緊張的 但是 你會不會撤Q 又不會的 又不會因為這樣而撤Q 我是緊張 就是 那些人是看到我知道我是緊張 但我不會瘋了 是 但是 我跟你有少許相似的 就是 當我完結了這件事之後 我一完結了 即時胃痛 是 一完結了就立即胃痛 是這樣 但又沒有說馬上很癲 所以我少反對 什麼 少反對 你通常會保持冷靜 就是你不會保持 就是你覺得你是很冷靜的 那些人看得出來我是有壓力的 OK OK 我不會瘋 我不會瘋 我也是會壓力帶到我的身體反應 我會掉頭髮 還有我會生濕疹 但是 每一次生濕疹 每一次生濕疹 每一次生濕疹的時候 我都會知道 原來我很有壓力 但是其實我一直都是跟身邊的人說 其實我不是很有壓力 告訴自己 你不可以在這一刻 你的身體都崩潰 我都有生理反應 一大壓力 在後台的時候 我無論睡得多久都好 我都會打哭 可能我那時候跟自己說 林要在台後面 然後可能要出來 但是在之前我就緊張 但是我要跟自己說 緊張是沒有用的 你要好一下 你要好輕 然後我跟自己說好輕 然後我輕一下 我就 是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人人都是這樣 在社交活動中 你很少主動去識新的人 但多數時間都是跟自己已經識的人交談 我是同意到盡頭 我是同意到疑的 我是中同意 我自己也是中同意 我很少會 一下子飛過去 跟一個完全不認識的人聊天 如果是在工作的場合的話 我沒有 我就算是私底下的場合 我也是 所以其實有很多 本身不認識我的人 他們就會覺得我很難以靠近 但其實可能他只需要 就是一個陌生人 他只需要跟我說 Hi 但是我就會馬上轉動 那個模式 就是覺得 是呀 但其實如果 別人不跟我走一步的話 我就會是一個 看似極度冷漠的人 我其實都類似是這樣的 他只要說一句話 我之後都可以繼續跟他聊下去 是呀 都是等人過來 是呀 是呀 我不會 是呀 我會不會變成INFJ 你喜歡在完全完成一個項目之後 才再開始另一個項目 你會不會同時間去開始兩個或以上的項目呢 看看項目的大小 我是一個可以multitasking 但如果是兩個很大的項目的話 我就會選擇完成一個 但是 我問你 我問你 剪片和申請信用卡 我會一起進行 Sorry 我是會一個一個進行 大同意 No 你是不會進行 問題就是 你是要被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跟他說 你要儲非行李數 因為其實你是不是都要 花錢的 可能你每天幾元幾元去消費 但是你申請了那張卡之後 你這些閒時消費 他會幫你換一張免費的機票 你這些沒有人有興趣知道 當然有很多人有興趣知道 問題就是 去到現在 你就會跟我說 我覺得買機票很貴 但其實我一直跟你同一樣的生活 的情況下 我已經儲了一張機票 這個就是Plan和不Plan的問題 另外就是回復剛剛那個問題 譬如你剪片和信用卡 你這件事的嚴重程度 很明顯就不是同一樣 你申請一張信用卡 或者看信用卡 怎樣申請的資料 其實它是一個很快 5分鐘已經可以發生到的事情 然後你剪片 可能需要需要比較長一點的 不是 我大壓力 我大壓力 其實你是可以 它是不同CAT的 你是可以 立刻地進行的 其實應該要開一個Live 是啊 我是有信用卡的 但是 但是 你申請那張信用卡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 要給錢用的 但是沒有特別的原因 哪一間 你沒有對比過 即是你沒有貨給貨 沒有 沒有 自己用開那間銀行 就在那裡申請 而已 來 我們下一條 不是 是 是 大家是不是感覺到 他那個沒有計劃 他那個P 他完全沒有想過 做些什麼 令到他之後 其實會輕鬆一點 但是他嫌疑這一刻的麻煩 他寧願接受將來的麻煩 都比現在這一刻的麻煩 你是不是這樣 譬如我已經去一個免費的 我已經去一張 拿免費機票去旅行 但你都在那裡仇緊 那個機票的時候 你明白嗎 我明白 但是你剛才說的 是對的 不是 我不是逼你認同 純粹我只是想說 但是真的對 我是這一刻不想煩 即使下一刻會比較煩 是啊 所以其實我這個性格 就是 我應該要斷絕所有 其他情感的影響 因為其實我都可以不想這麼煩 我為什麼要為了他煩 還有這件事已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永遠 你現在不是在那裡滲 幹什麼 我們做MVTI 神經病 好好好 你非常感性 同意 我大同 不是 我按中同意 你非常 你剛才說的是什麼 你是中同意 我剛剛就是說 你剛才說了這麼大量的 什麼 我可以Multitasking 然後你再按中同意 不是 但是因為最同意就是 如果我有兩個大project的時候 我的智商 或者我的能力 是可以去到這樣 我不覺得我是厲害到這樣 所以我先選中同意 好 來 下一條 你非常感性 我覺得我是非常感性的 我也是大同意 這個不需要想 只不過我是同時很理性 扯頭 不是 你可以去感受 你是可以 你是可以做一個感受性很強的人 你可以覺得那樣東西 很觸動不了你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不理智 我也是 你喜歡使用日程表和清單組織工具 極級同意 神經病 我是想說 我是曾經試過跟自己說 我已經下載了那些什麼東西 這些 那些 記錄下自己做什麼 說真的 我現在Google的日曆 我有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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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覺得我很厲害 麻煩你 然後這個to do list 這個我有努力過 但是 sorry 不好意思 其實這些to do list 是輔助品 你真正會計劃的人 其實 全部都在腦裡 是啊 是啊 我就是當我下載了這些輔助品 之後我就發覺 啊 其實 是在腦裡 是啊 就是 因為我的to do list 是半年前的東西 是啊 還有我的計劃呢 我是會 比如前一天 或者是當天 早上起床的時候 我就會想我今天要做什麼 就算 然後我大概 我會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我今天本身 我起床的時候 我就要想我今天吃什麼 還有 然後 然後 這些是一些很瑣碎的事情 但是 應該是說 我今天起床的時候 我就會想 我今天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要找哥哥拍片 然後 然後就細分 就是說 我找哥哥拍片 之前不是之後 那我要不要吃早餐 然後 之後 其實我約了那個朋友的時候 那我就想那個時間分段要怎樣 然後 還有一些 我會抹下去 手機 日程表的那些東西 就是譬如 我要經過超市的 我家裡缺些什麼 我就要當下 我抹下去 因為我很怕我去到超市的時候 我會忘記 那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要當刻提醒的 所以我就會抹下去 但是其實 大的東西 就應該在我腦裡了 你是不是已經走了 那個運動 我是明白你說什麼的 是啊 那我才會一天 做完我想做的事情 我和你有點不同 你說你一起來 你就會想自己 今天要做什麼 但是我的習慣 我的習慣 反而是在 我臨睡的時候 想我明天起床 要做什麼 那你會不會做到 然後到我明天起床的時候 發覺不太記得 是 其實我也會不記得 所以如果我前一晚 想第二天要做什麼的時候 那我就會抹下去 因為我會預計自己不記得 這些東西都在我的計劃裡面 因為他問你是不是喜歡 我是大反對 不是 這個喜歡 不是 他的真正意思 不是你內心中不喜歡 我覺得這個是行動上的喜歡 我知道 所以我都是大反對 大反對 你是大反對 你是大認同 是 好 即使是一個小錯誤 都會讓你懷疑自己的整體能力 和知識水平 大反對 大同意 為什麼 我 不是的 我小同意 小同意 我要看那個位置 我本身是 有沒有預料自己會失手的 是 所以我就叫你預料 不是的 你自己會猜到 這件事你做的時候 是認識還是不認識的 如果我本身已經覺得 自己在做這件事是OK 我突然之間就撤了 我是真的會好好地懷疑一下我自己 而如果那件事 我本身都覺得 已經是一個挑戰 做不到都應該 這樣就撤了 我就撤了 我是這樣的 嗯 因為我會覺得 小錯誤 代表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 計劃的人 在我這麼計劃的情況之下 發生了那個小錯誤 我一定會覺得 那件事是 宇宙一定要我承受的一個錯誤 有時候我預計了這個變數 就是當你做了這麼多準備的時候 你也是會有些事情是你沒有想過的 那你就要接受那件事 而那件事 因為我對自己的那個預計 我真的覺得問心無愧 所以變成那個小錯誤的話 我會立為下一次我不會再犯同一個錯誤 所以那個小錯誤對於我的人生來說 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知道我下次不會再犯 OK 好 態度正確 不行 感覺的就是這樣 我那一刻就是會懷疑自己 那你是一個怎樣感覺 或者是你會怎樣處理這些小錯誤的人 那就會證明了你會一個怎樣的人 又要說一件事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明白 這個人的價值觀和性格和你做的一件事 是會很影響你的人生 我是覺得 接下來這條呢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懸念 他講到這樣 我講吧 走到你覺得有趣的人身邊 開始一段談話 會讓你感到很舒服 那當然 那一定大同意 難道你走到有趣的人身邊 開始一段談話會令他覺得很辛苦 是 這個我想不明白的 OK OK 好 可以有一個很極端的想法 就是這個是一個有趣的人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沒有趣 哦 是的 就是有些人很分 你不想跟他聊天 你怕他覺得你不分 這樣又有可能 哦哦哦 但是我也是 你偏向不同意 就算你會害怕也好 但是我也是覺得舒服 是的 大同意的大同意 是的 你對討論創意作品的各種解讀和分析 不太感興趣 我是極反對的 我也是反對的 看一下他解釋到多深入 我不要知道所有最底的那一層 但是我都會想知道 我會很想知道的 因為我會覺得尤其是創意作品 或者你涉及到一些art的人 代表是不會有一定的答案 就是他不會有一個極端性 對或者錯的答案 對於一個我這麼喜歡計劃的人 我會很想知道和我不一樣的人 他們會怎樣去解釋他們的喜好 我會想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這個我也是一樣的 是的 我會想看看自己角度以外的人 是怎樣去看一件事 是的 無論我最後是否同意都好 我都會想知道 但是我是中反對 為什麼呢 有時候如果要看太多文的話 我就不想看 好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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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更喜歡用理智做決定 而不是情感 我是 我 我跟你說 我中同意 我是喜歡用理智做決定的 我真的喜歡用理智做決定 不是 你都說這個喜歡 不是你的喜歡 但是我最後都會用我情感 就是我最後決定 那就是你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現在是說你的行為 你明白嗎 就是說你本身個人是比較喜歡用 應該是說你喜歡吃壽司 還是你心裡喜歡吃壽司 你明白嗎 就是他現在這個測試不是說 你本身個人 就是他在說你平時是怎樣 是的 而不是說你想你是怎樣 是的 行了 沒事了 那我這個 是的 我是中反對 你是中同意 我是中同意的 因為我覺得 雖然我個人比較偏理智 但是我其實我是 但是我始終覺得 有時候 有些東西不是你理智是 適合的 就是去到某一些很極端的環境 或者某一些特殊的情況之下 你都要跟從心 但是你是中同意的 所以都只不過是 所以他就不是大同意 是的 你這條線設得很嚴謹 瘋子 當然是因為你要對自己理解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是極端理智的話 即是代表你會想那件事 朝著你最想 或者是最有利的方向發展 但是有時候 去到最有利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會不舒服 我覺得 在一些這麼特殊的情況之下 我就會覺得 我都會跟隨自己的心 即是有某些情況 但其實大部分時間 我都會想我之後 或者身邊的人生變好的 那就要理智 因為你不可以說我當刻的事情 去那麼魯莽 OK 好 你明白嗎? 所以我就是中同意 中同意 這樣才是中同意的 大佬 理智底真的很高 你做事的通常更喜歡 隨心所欲 而不是按照特定的日常計劃 這個超快 你大反對 是啊 是啊 就算我很隨心所欲 都好 我要想我怎樣隨心所欲 神經病公司 我是大同意 我先物論 我現在可能要做事 但其實我是挺喜歡一個 一起來 有什麼朋友打電話 去不去 好啊去啊去啊去啊 吃什麼啊 不知道 下去才決定 走出街就知道 有什麼吃到時再說 好啊好啊 我是喜歡這樣的 其實我為什麼會說 隨心所欲都是我計劃的呢 例如說 我的人生是很多預算 我有很多任務要做 但我知道其實我是需要休息的 因為我有時候的腦 我會運動到 你好像手機一樣 我是睡不著 又或者我會為了一些事情 控制不到自己的身體狀態 但是這個時候我就會說 你需要放鬆 你需要隨心所欲 所以我就會計劃一個旅行 然後我就會說 我這個旅行的終止 就是隨心所欲 然後可能去到的時候 我就會 我整個旅程 這個project 我就是隨心所欲 我不會計劃的 我要去到哪裡 我就要感受這件事 其實我不趕的 我沒有東西要達成的 我不需要拍片的 你會不會去 計劃自己要去哪裡 如果我要隨心所欲的話 我就不會 可能我就會說 其實我這個旅行也想買一些東西 那可能那個時候我就會覺得 我這個旅行裡面 我一定要去到那個地方 起碼買了那個東西 那也算是真的隨心所欲 是的 但是起床的話 可能今天吃什麼 我就不想 OK 但是它這裏 剛才我們討論 就是說 不是說你想怎樣 而是說你實質是怎樣 是啊 就是你真正在做的事情是怎樣 是啊 如果說真正在做的事情是怎樣 我其實少同意 OK 我其實都不 你也有計劃 我可能不自由 其實OK 我知道 因為它身邊有 你想一下 如果你很自由的話 死了 你現在用在結他班上露碌 死了 你很少會擔心你 是不是留給別人好印象 同意 同意都極端 其實我不是很在乎 我反對 我也很在乎 因為 好 你先解釋一下 我不知道 總之我就是很在乎 就是我會 那些洗澡的時候想 哎 糟糕 剛才那句如果這樣拍就好笑很多了 那些人 做什麼 我是會這樣想 如果剛才這樣拍 我猜不到你的例子是這樣 是啊 但是我想最多的就是這樣 哎呀 它說了這樣的話 我應該回這句 我是會有這個想法的 所以我是中反對 OK 為什麼我會覺得極同意呢 我不是說我完全 如果對方不喜歡我的話 我是真的覺得 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是 我有時候會想 有很多人會對我 我覺得是的誤解 或者是他會形容我 或者是有些外來的評語 或者是印象 傳到我的朋友 就是有人這樣說 我那一刻都會覺得 嗯 這個不是我 但是我會選擇 立刻把這件事剔除 就是因為 我平時很隨心所欲 去做人 我當下覺得開心 我就會表現開心 我不開心就會表現不開心 而我一件事是沒有傷害到人 或者我根本就不是壞心地 或者我沒有刻意去令到我身邊的人 或者我認識到 我接觸到的人難受的時候 我都給到一個這樣的印象 我就已經很累了 就是我會覺得我的人生 我已經計劃了這麼多 但其實我都沒有心 做那件事 你會覺得我是一個不好的舉動的話 唉 我就算了 因為我是真的 從頭到尾 我都不會去刻意地 對人不好 你明白嗎 而且我覺得我是一個 問心 但是這個是你要誤會 你都沒有辦法 是的 所以我就不會很擔心 哦 因為我知道我對我身邊的人 或者一些對我事好的人 或者是對我好的人 我是真的會用心去對他 或者我是真的可以付出所有的 我是很擔心的 哈哈哈哈 那就是你拿了這個擔心去 是啊 就是又浪費了些時間 是啊 因為那些人 但不是的 其實這個訓練是OK 我真的永遠都是 我不知道 我是很喜歡回到一個 很好笑的talkback 哦 這個我是很執著 那你有沒有想過 可能你就是不好笑 你的急才就是不夠 所以其實 是啊 不就是你不懶惰 你想做一個急才好高的人 你明明是知道 哦 你想到 come from you 你自己是覺得 其實這樣應就正了 但你當下想不到 這一下就是我朋友 我想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下一條 你喜歡參加集體活動 我大同意 欸 欸 欸 那我先想想 OK 集體活動 例如去聚會 就是自己朋友 一起去露營 一起去吃飯 或者是Friend來的 Friend那些都算 都算 Friend那些當然算 我覺得少反對 不是 瘋子 難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因為我對於 就是譬如 Friend那些都算 哦 小反對 對 因為是集體 我想問多少個人以上 算是集體 三個人 三個人 唉 小反對 因為有時候 小反對 怎樣才可以有 neutral的答案呢 至少 沒有啊 小反對 你說 你對你的Friend說 不是 不是 譬如我平時的一些活動 譬如我和你這樣 你當不當是活動的 當是 哦 不完全當是一個活動 對 那些不是活動 因為 經常會有 四方八面的朋友 他們會自己 上來我家 找我去 說一下他們最近的煩惱 通常 可能以前一個朋友圈的人 這個會和這個吵架 這個會和這個吵架 所以最後 都會 一個人 會來我家 跟我說一下他的近況 嗯 然後 問到會不會有一些 集體運動 不是 集體運動 不是 籃球足球 譬如你說 我去到現在 會不會有一些集體的活動 我只是想到 我和Yanny Jessica 即Supergirls 他們很 我怎樣說呢 譬如我和Yanny 和Jessica 很Friend 但為什麼我會無緣無故 會有一個 小反對的集體活動 是因為 他們會 在過時過節的時候 他們會 整班人 一起搞Party 是 好笑 而這件事 其實平時我是沒有的 而我是喜歡的 因為 譬如我平時 每一天都是這樣過 我會計劃 或者 我想做些什麼 或者我要做些什麼 但我和Jessica 和她老公Yanny 他們是純玩樂 我想他們是很多個你 很開心 她老公是很搞笑的一個人 她老公是會 她平時會上班 她會願意 即是 當晚 譬如星期五 她會玩卡遊戲 玩到凌晨5點 然後第二天再去上班 ENFP 不知道 我下次問一下她 而且她是一個 我看著她們玩 我會覺得很開心的人 這件事 就是我是少有的 會發生的 因為 他們 因為他們 很容許我 他們玩的時候 我坐在旁邊 看著他們笑 OK 即是 我會覺得 少有這些聚會 我是可以休息的 因為 你不用玩一份 但 有時候 我喜歡和他們玩 OK 但他們會容許我 經常 玩一陣子 我會休息 但譬如你有時候工作 或者是你出去社會 社會的時候 你要長期表現好的一面 因為不然 別人就會說 你為何剛剛這樣 或是怎樣 你為何走到寒貝 或者是 為何你剛剛不出聲 這樣 然後我就會 好 那我就會馬上提醒個人 這個 不是我最舒服的狀態 但是 跟他們聚會的時候 我可以隨時 譬如玩玩女兒 然後突然放在沙發上 我剛剛好累 然後再去跟他們玩 我 我的情況有點不同 我覺得 首先 開心這件事 如果 你問Filling的話 我在家裡 對綠合彩 發現中了 是 還有 我是 可能 大家一齊 跟一班團隊 參加了一個很艱鉅的任務 贏了冠軍 然後 慶功宴大家拿著一杯酒 Yeah 那時候的那個感覺 你問我 誰會開心 我覺得大家一齊拿著一杯酒 Yeah 那個感覺是開心 雖然我很想中立合彩 但是 你這個問題 不是因為 雜體不雜體 運動 是不是 你這個問題 不是關於 雜不雜體 活動的東西 這個是成就感 或者是成功感的東西 OK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也是 是 是 我很明白你的熱血和感動 但是這件事根本就不關於集體事 不行 我也是喜歡 關於 我知道怎麼說你的例子 如果你得到一個獎 你會想在家裡 跟小小人 開支酒慶祝 還是你會想去慶功宴 這個就是集體 慶功宴有什麼人 就是全部 我會想去慶功宴 但是不是 我不會怎麼提關於那個獎的東西 總之 這個東西 就是 你本身自己 你願不願意去share你的 你想跟誰share你的 成就感的問題 不關你喜不喜歡在集體活動的 總之都是慶功宴 慶功宴 你喜歡集體 是啊 然後 剛才我是挺喜歡那個 因為人多 而逼著你要提起個人的狀況 哦 就是 我是不喜歡 我是很喜歡那種狀況的 那種狀況我沒有那麼容易累 我平時在家裡剪片 又或者一不對人的時候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我不需要提起自己的精神 我很快就會累 但是如果是出去外面 你不能夠累了 擺明 那我真的不累 我自己是比較傾向於這樣 明白 你喜歡讓你自己解讀結局 哦 就是你喜歡那些open ending的書 或者電影 同意 但是我也是中同意 但是我是偏向90% 同意的 但是因為有時候 但是你又不敢同意了 因為不同意了 是因為我是 其實我什麼都要看一下 有時候我真的不想想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 想看一些 很輕鬆的事情 就是譬如有時候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就是那些 其實我已經很累了 我想看一些直白一點的 你不想 一條故事都open ending 我明白你說什麼 那也是的 也不會去到100%喜歡 我自己就 我自己就 neutral 我第一條會選中間 我明白open ending的吸引之處 但是我也覺得有時候 他open ending 但是他的故事都要好才行 哦是 是啊 那 你昨天寫一些 按鈕的東西 然後open ending 我真的生氣 如果好的 你是喜歡open ending還是怎樣 都是中間 都是中間 都是好中間 不會有一定 跟我自己的成就相比 幫助他人實現目標 會讓你感到更快樂 這個是 總同意的 我想我以前是 比較偏向同意的 嗯 但是我這幾年 我是勒著自己 是 我是覺得 怎麼說呢 你進入了社會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你自己 沒有什麼成就 或者是 你是 沒有做到一些事情的話 其實 你變成了 你成就不了別人 是的 你幫不了別人 所以我在說的就是 如果 為什麼會中同意的就是 你若然真的成就到人 那你自己也不會說 差到去哪裡 No 你成就到人 是 其實很多人都成就到人 譬如你說 在這個社會裡面 你是一個齒輪的話 你很 其實你 這樣不是說 回去打工成就了老闆那些 其實這件事也算的 但是我不會在這方面 得到開心 不是說這種 只不過你沒有那麼極端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就是 我們想的那個定義不一樣 OK 我覺得我是 小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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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對很多事感興趣 因為這樣 就很難選擇下一步嘗試什麼 是不是呢 反對 因為我對很多事都感興趣 因為我有一個典型的雙子座 但是 我會每一樣都嘗試 只要我感興趣的 我也會去做 但是 他說你很難選擇下一步 所以就極反對 但是 你 你都 你不難選擇 總之你就順著去 輪著做 對 我會在我的計劃裡面 我 我其實都反對 就是因為 因為 我對這些東西的興趣 是來得很突然的 嗯 就是我不會 本身就對那樣東西有興趣 嗯 但是 應該是說 我本身對很多東西都沒有興趣 嗯 但是 如果那樣東西 剛好有一個機會 是給我 去碰的話呢 我在我學的當刻 我學得很認真 就是 例如 都是的 譬如很多年前 他學結他 跟著之後他學剪片 譬如我上次 剛好就是 一講起乒乓球 我是真的很想知道 為什麼要 原來 駕鵬是這樣駕駛 原來 你下西 原來不是說 你很大幅度 這樣一下子 就是下了西 那些我是完全會 很想知道 所以我是 一點都 不難選擇的 我是大反對 因為你會 即刻 是啊 那些東西來我就會 即刻 總之我覺得所有的 技能 或者運動 其實都不是眼見的 那種這樣的狀態 其實一定有 OK 有很多的 學的理論 和學術 在裡面 那些我會有興趣知道 但是我不會知道自己 什麼時候遇到那樣東西 你往往會擔心事情 會朝日最糟糕的方向發展 我是同意到不得了的 所以我才有這麼多計劃 我都很擔心事情 我也是大同意 我很擔心事情 會向最糟糕的方向發展 但是你不會處理 但是我就會 我會 你會只是擔心 那他 我會擔心 即沒有 舊穩石要跌下來 我很擔心 但他還是會跌下來 即 不是 不是這個意思 譬如 好像你要做一個決定 我現在要開一個新的YouTube Channel 你會 可能他的角度 就是 如果沒有人看 那怎麼辦 或者我接下來 那個新的系列 如果做不到 那怎麼辦 就是 他會擔心到 事情往最糟糕的情況發展 其實我也會 但我會做的 就是 我怎樣令到 那個現實 不會朝著 那個方向發展 OK 所以其實我們是不是 都是 都是會擔心 都是同意 擔心 有些不是的 有些 我不擔心的了 因為有些人 是很厲害的 就是他們那個能量值 或者是他們那個價值觀 我覺得我都要學的 就是 他們會覺得 所有東西都是一定可以的 而 吸引力法則而已 就是你必須要想 那樣東西是一定會成功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你已經沒有了失敗那一陣 而我不夠高明 就是 我會餵最差的補底 所以其實 我可能以往那個想法就是 我不會去到很好 因為我只是會覺得 我起碼去到中間 我已經很成功了 但其實那些最厲害的人 就是 我一定可以 我做這件事 我不會讓他不行 咦 這件事是很搞笑的 你說的那些是大成功 但有些是小事來的 就是這個想法 你已經在想這個問題 你不是在想我的範疇 是嗎 你剛才說 我覺得一定可以的時候 我腦裡面響起了 我之前有些朋友 他也是會剪片的 幫自己的頻道 也就是幫別人的頻道 然後 然後呢 他經常的想法就是 OK啦 我現在出去吃飯 吃完飯出去買衣服 買衣服回來 還有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夠做 他的想法是這樣 好想百安之二 然後他就是偏偏剪完之後 不好意思 原來要剪兩天 你明白嗎 我見過很多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見到這些情況之後 我就是被人家說 你不要高顧你做事的能力 你明白嗎 不是 我覺得這個情況 他就是不是不高顧他做事的能力 他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心理 這麼快嗎 不是 因為你首先 譬如你幫人剪片 你可以做得一個這樣的行為 而他最後做不到 因為有很多人是deadline fighter 有很多很成功的人 他就是 我最後五個小時內 我剪都被你 你吹不上 但原來他是做不到 他沒有暫心 而他是失敗的體質 我覺得這件事 不是高顧自己 因為他一定沒有高顧自己 他是不在乎 他不在乎 他不在乎 他能否完成這件事 但有時他這件事 是為自己而做的 因為他就是享樂 你明白嗎 他就是 我一定想出去吃東西 我就是想這樣隨心所欲 但其實 我自己的影片不要緊 但問題是 你幫人剪片 這件事已經不涉及你自己 但你也不介意 你也明知 你也可能做不到 你也不介意 代表他根本就不在乎 嗯 這個真的是我朋友 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 因為他不是的 他經常都會 我真的做不到 他一開始已經覺得 輸了 算了 我 我是很了解自己剪片的能力的人 我覺得他是低估了自己 因為我經常都跟他說 哥哥 你要做這件事 你可以的 但他就很害怕 我永遠都會越多時間 我不會越少 就是做事的方便 你遇到太多時間 所以我才跟你說 可能你現在的計劃 他是兩年之後才達成 所以我就想不停加快 他的進度 你又拒絕我了 我沒有拒絕你 我這個是 收到 我眼中的哥哥 他是可以成就到一個更好的人物 但要人說這句的時候 就不是很開心 對 我明白 我現在跟你表達 為何你還要我說 下一題 下一題 你避免在小組環境中 扮演領導角色 我是中同義 我也是中同義 我不是很想做領導 我看看是什麼環境 因為有些 如果他很有領導體質 又或者他很想做領導 我一定會先給他 但有時候有些時候 譬如我和你這樣 你無法選擇 根本就無法選擇 你無法選擇 所以我就不會避免 你明白嗎 為何中同義是避免 他無法避免的時候 我就不會避免 我也是這樣 因為我也是看情況 譬如我在一個群體裏 如果那一件事 我要看群體做什麼 譬如群體裏 所有人都是新手 只有你一個是老手 而你現在就要做這件事 那我會做領導 因為我知道要做這件事 那我 你就不能避免 是啊 我去搞是怎樣 都好過你去搞 應該是說 只要那件事不是能力問題 我都不會想做領導 你絕對不是藝術型的人 我覺得我是 差不多90%的反對 但我有10%是因為 我還有那個理智型 我覺得我也是90%反對 因為我還會擔心找不到吃 絕對藝術型的人應該不太擔心 是 所以我也是90%反對 你認為如果人們更加依賴理性 而不是過於依賴自己的感受 世界會變得更加好 90%同意 第二 因為我覺得理性 絕對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始終我們都是人類 不可以說人類 我們是一個有情感的生物 有很多事情 你去到100%對 和100%不對的時候 那件事都是錯的 其實你不可以 撇除了感覺 或者感性去處理每件事 但是大部份情況下 我覺得 要去到一個最理想的狀態的時候 你是需要靠理性的 你明白我說什麼 我明白你說什麼 但是我自己是會來個 你很明顯是感性多 來個中反對 我是覺得 我純粹是覺得 我是喜歡所有人都很感性的 但我也明白一個問題 感性是會導致到一些東西崩壞的 如果每個人都只是用感性的話 所以一定的理性是需要存在 但是如果你說比重的話 我自己也是喜歡感性更多會好些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 是好看你本身的成長環境 或者是你那個狀態 是否允許你這樣 因為我覺得完全是很理性 應該是說 如果你是一個完全很感性的人的話 代表你沒什麼責任要負 你不用養家 你不用… 你不用養自己 你不用養家 是的 但是我的個案 就是我知道 如果我是純感性的話 我已經想像到 那個情況是有多嚴重 是 我也是 我還有一些理性 其實 我會想你多點理性 那我就會輕一點負擔 因為其實你是我其中一個 理性… 應該是說… 你是其中一個感性的 不是 你是我其中一個不可以太感性的原因 不是不可以太理性 就是我跟你一樣 那麼YOLO的話 那我就已經… 竟然是因為這樣 你想一下 是… 是… 我跟你一樣那麼YOLO的話 已經變成YOLO人了 Hello 我是YOLO GG 這個你更加喜歡做家務 然後才放鬆 絕對同意 大同意 是… 不是… 我剛剛和她探討了一個關於家務的問題 因為她的Studio 其實是會有公家的地方 她們知道嗎 她們知道嗎 譬如觀眾知道嗎 知道… 是的 因為她們的廁所一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亂 然後我就覺得 這麼多人住在一起 很難避免 我一進來我的房間的時候 極乾淨 然後我就說 因為房間是自己能夠操控到它有多乾淨 你只要自己有手臂 你自己肯吸塵 你自己肯咪 它就會乾淨 但是廁所不是 廁所是公廁 我明白 這件事我就要跟她學習 你明白嗎 因為我是一個太多管閒事的人 所以其實我會想把我範圍 我用到的範圍以內的東西 我都控制成為我想要的 但是這個不關事 因為你… 這個是講家務的 不是 我現在是跳出了這個話題 我知道 但是廁所是公共地方 所以不是家事 是公事 那個公… 那個公共地方不算是 真的公到好像 外面那種公共 你明白嗎 其實你們如果要當是一個家的話 那個也是你們家的廁所來的 所以如果給我的話 我會覺得 因為我真的不想每天去廁所洗澡的時候 都… 所以我就會做別人的那份 但是我現在是積極地學習 因為有些人 可能不是說你們是朋友 可能有些人是會… 我明白為什麼她要放棄 而且我覺得… 對 要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這個世界 對 如果讓我這樣的話 我就會天天去打理那個廁所 我會天天很生氣 如果其他人不肯跟我一起合作 那我覺得… 我是不會生氣的 因為… 不是啊 因為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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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不要理她 不要這樣 但是如果我舉另一個例子 如果你跟我一起住一個studio的話 是 我是一個會清潔的人 你會不會幫我一起清潔 這個我OK 我甚至會令到那件事不需要那麼清潔 即不需要走到去 日冷日都要洗的地步 即是你會每一天去… 你會很有首尾這樣去… 即是你會跟我一起去維護這個環境 我…我可以… 是的 所以其實就是需要一些這樣的人 都會有人多與人少的問題 那如果五個都有潔癖 那就開心 是的 就是我就是想跟你說 就是這件事就是… 他…這個很free的心態是我需要學的 因為我是會… 很不開心的 好慘啊 我記得你家裡的拖鞋問題 拖鞋問題… 拖鞋問題… 就是… 出去外面的地方 是的 就穿到外面的拖鞋 是的 而這件事在我這裡 我也有這套系統的 我剛剛不小心穿了 他外面的拖鞋進來 然後我跟他道歉了三次 是的… 因為他… 在家裡都是這個很執著的 我是明白 因為你是會看得出… 其實你不是看到那些細菌 是的 那些細菌是怎樣都一定有… 我看到他的足跡 你是看到那條邏輯 你明白嗎 就是… 問題就是… 我自己的studio 房間呢 我自己是有另外一雙拖鞋的 地上都經常會吸塵 所以如果朋友進來呢 會叫他脫鞋 因為客廳是公用的地方 都有客廳拖鞋 然後就帶進房間 就會脫鞋 或者穿室內拖鞋 就是房間拖鞋 然後… 我的邏輯就是 如果在廳的公共拖鞋 你穿了我的房間 那就是將廳的那些層 帶進去房間 就等於在工作大廈都不穿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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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那我心想 在客廳都可以的 因為跟廁所一樣 都是公用的地方 都會吸塵的 但是打理度不會像房間那樣高 但是如果在裡面 穿了一個泥 那就另一回事了 我剛剛就穿了外面的小孩 帶進去我的房間 然後我就是… 你一會不會抹地 我一會會 是的 我就是知道如果有一個這樣執著的人 他會做一些後續的事情 別玩了 我在廳那裡 你剛才看到我抬燈過來 我做了什麼 我拔濕紙巾去抹燈腳 是的 我覺得我們說得太遠了 不是… 就是在說我… 但是有時候 如果他們在… 我發明了 他們很… 他們都會換拖鞋 他們由室外去到室內 他們是會換不同的拖鞋 但是他們又換得很… 很隨心 不是 不是 他們很意思意思 是啊 很明白 他們是做的事情 就是在門口外面 脫了一隻鞋 然後兩隻腳踩下去 走廊外面的地板 然後就換回室內 我心想 那你不是已經把室外的東西 踩在室內嗎 但你不會干預別人 我不會干預別人 是的 我都不會的 但我會有一些難受 我會… 是啊 不是 我的心就是 你也要洗腳 就是… 你最終還是要洗腳 如果不是你房間的骯髒 是的 我想是這樣 然後就是… 其實正確的做法就是 應該是你外面穿你的鞋 然後呢 你走得近 室內 你跳進去 然後用一隻腳這樣 是的 穿了這個室內拖鞋 是的 我絕對也是這樣 我絕對也是這樣 不是看到個細菌 是看到一個邏輯 對不對 是的 是的 好 這個就是大同意 先做家務再放鬆 OK 你… 你喜歡看別人爭吵 我是反對的 我是大同意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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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是 我很少… 我剛才這條題目都沒有這麼firm 這條我好firm 為什麼 你就是喜歡 因為我… 我就是知道 我知道我很喜歡看別人吵架 不是 你自己吵架呢 我自己吵架不是太喜歡 因為自己… 因為自己… 因為自己吵架… 你喜歡別人看你吵架 我不喜歡別人看我吵架 但我很喜歡聽別人吵架 不是 因為其實你吵架 你就知道 吵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你… 那為什麼你喜歡看別人吵架 因為你在吵架的那樣東西 真的可以很不值得吵架 可以… 你吵架可以吵一些很幼稚的東西 可以吵一些只不過是一時之氣的東西 你… 你若然真的帶一條道理的 其實不用罵那麼多 那條道理是這樣就是這樣 但是… 但是… 但是很多人是不講道理的 所以吵架就辛苦了 是啊 所以因為這麼辛苦 我就… 絕對不喜歡看別人吵架 因為我知道是有多辛苦 啊 我就是因為知道有多辛苦 所以今次終於都不是我了 看你吵架 那代表你通常吵架都會輸的 我吵架輸 不是的 也有時候贏的 跟你吵架就輸了 我沒有跟你吵架 是…說道理的那些 是啊 我是順著我的邏輯 我推算到最盡 我會想過才會跟你說的 還有就是… 所以其實通常我都會… 如果那個人是說道理的話 他不會最後跟我說 總之我不要跟你說道理 總之你可不可以遷就我 只要那個人不是這樣跟我說這件事的話 我通常都會贏的 但如果他一說到說 你不要那麼理智 你不要那麼說邏輯 那你沒辦法 我從前是有聽過這句的 然後怎樣也好 因為你自己吵架 應該是說你看別人吵架 你不用輸的 你也不用贏 有時候吵架贏了 不是代表好受的 是啊 是啊 因為為什麼會發生 因為你贏了之後 那個人也是做一件錯的事 不是在說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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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架贏了 不是說真的開心的 吵架贏了 但是你看別人罵 就不同的說法 如果我在酒吧 我看到有兩批人 因為什麼原因都好 吵起來好像想動手 我臨走我都可能叫了一杯 不會 我不會的 就算是普通情侶吵架 又或者是 別人說一些第三方的歌詞 除非那個朋友 是在我安全感範圍內 很close的那個人 否則我都會馬上走 哦 我不是 我會找一個比較安全的位置去觀看 因為 我會替別人 我會替別人替別人尷尬 你會替別人尷尬 我很享受那種尷尬 你很喜歡 我是一個很享受別人尷尬的人 我是一個很享受別人尷尬的人 但是我不會令到別人尷尬 我會 如果這件事是自然發生的 就最好了 如果我覺得那個尷尬 或者那個膠是沒有傷害性的話 我會喜歡提 但是通常 九成的吵架和 恥笑 或者笑話 都是有傷害性的 所以我的標準是令到我的人生是挺大壓力的 嗯 我無所謂 無論那個傷害有多大也好 只要我站在這裡的出現不會影響到他們的 不關我的事 但很重要的 那你為何不去專注在你自己的東西上 那等於你為何要去看一部電影 為何要去看一部電影一樣 不不不 你將心比起的話 如果你自己是一個不喜歡別人看你吵架 或者看你笑話的人 那我就不會 我會代入去不會想我在這裡看 但是我自己也很明白 若然過一下尷尬是剛好不幸運有人在 那我也不幸運 OK 你盡量避免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我覺得 呃 大部分情況下我都是同意的 除了我做的 你的行業相關 對 我剛剛說 當你工作相關的時候 那樣東西是不是 那我想我是90%同意 除了我工作 有時候可能我做一條片 或者我做一個作品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可能我是純粹是 想做一些東西是我覺得有價值的 而要怎樣令到那個價值是發揮到最大用處呢 你就需要吸引別人的注意力 但是如果那樣東西是完全零意義的話呢 我是不想做到別人的注意力的 可以 可以 我明白 所以我就90%同意 我很neutral 完全是選了最中間的最中間 我是一時時的 因為 OK 完全是很飄伏 好 你的心情會迅速變化 我大同意 我也大同意 我真的是大喜大悲的 突然之間會 你對效率不如你的 沒有耐心 我大同意 我中同意 因為我是 都算一個極之有效率的人 但是我也明白我那個效率呢 我不可以這樣要求別人 就是 因為我是那種 我想到的事情 我會馬上做 我知道我 現在這一刻 有個 有隻蜜在裏 譬如現在有隻蜜在裏 我知道我怎樣都要收拾的話 我就一定會自己去收拾 如果我 如果那件事是他的話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他沒有收拾 因為他臭 因為我會再穿 如果這個是你的原因 我可以讓他在裏 但我正在說 就是我的效率 我會把所有事情都想到最盡 所以如果我覺得那件事 最終極都一定要做的話 我就一定會去做 可能如果是其他人的話 我就不會迫他去跟上 我本身的那個standard 這個是很好 因為我在這裏講的效率 不如我沒有耐心 我就不是在說人生上 我可能是在說剪片上 這樣才算 不是 但是你再推算 你沒有耐心那些人 因為他們的效率可能被你慢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在我的 我的standard裏面 其實你都沒有去到 很有效率的時候 你會不會因為一件事 對那些人比較寬容 不會 不會 對不起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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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甚至是覺得 連我都可以做到的事 為什麼可以有人是做不到 我的standard是去到這裏 其實我會同意那個原因 雖然我會沒有耐心 但我是 對大部分人 我都不會作出任何反應 我都會自己做到那件事 但因為 譬如說過這些情況 有時候你就是沒有辦法 避免血肉和關係的基本 辛苦你 所以你就一定要 我一定要把那個 無耐性發出來 因為如果不是 我這輩子 都要對著一個 這麼沒有速度的人 這麼沒有速度 我唯一 但我有時候 到了一個位置 我會避開 我就會覺得 這個人 我這陣子 說了這麼多錢 都沒得夠了 我就會避開 他就會有一段時間 看不到我 我就是會專注在自己的東西 當你看不到那件事 你就會發現 一切問題都不是問題 但我的性格 就是我一看到我就會 我就會想中風 下一條 你經常在最後一刻 才開始行動 你一定大反對 我自己也有個小反對 是 我不是deadline fighter 我喜歡一些東西 在我預期早完成 但是我的確會 將這個deadline 在它變成deadline之前 推後 OK 你想補底 你想繞著底 定了這個deadline 我不會超過它的 但是我會將這個deadline 定後一點 在我的能力範圍 再定後一點 是 你明白嗎 我預期我一天搞定 你不想令自己失望 你也不想令到別人失望 是 我預期我一天搞定 我會跟你說三天 我明白 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理解但我不認同 因為如果給我的話 我會定那個deadline 我一定會逼自己 在那個 其實我跟你一樣的 我也會想一個後一點的deadline 但我的想法就是 我會將那個deadline 向前 你會定後一點的deadline 譬如我跟你說 即是你做起的東西 是向前 對 OK 如果你以後都用這個想法 你會不會再成功一點 不知道 你不要回答我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 你試一下 你可不可以試一下 轉一轉念 有啊 有的起心肝 有啊 你總是對死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感到好奇 我大同意 反對 大反對 為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我人生 我有意識 或者是會發生的事情 有科學根據的事情 都已經這麼多事情想了 這麼多事情要考慮了 我為什麼要想一些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發生的事情 我是覺得 因為科 做什麼 不是 我又覺得你將會爆出一些 沒有啊 很簡單 科學是人去 有人才有科學 是啊 但是那個問題 而人能夠sense到的 很肯定不是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就是人的system 人是一定解構不到的 然後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 有些新科學出來 你量子力學 你十年前哪一個 我又說 是 所以就是 其實根本上 會不會就是 我們現在sense到的 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我們自己以為是這樣 然後我就會想 我也明白你 因為我會覺得 其實我不是對這些東西完全不在意 或者是覺得它沒有存在的需要 但是因為我覺得 研究科學 或者研究死後會發生什麼 或者是我們之後人類應該是怎樣的人 他們首先要一個很厲害的人 因為他們有能力去把這些東西去改變現實 是有建設性的 他們是真的厲害到這樣的話 他們才要想這些 其實是未必的 為什麼 譬如你 你是了解到 不是說 你好像stranger things 你突然遇到一個黑洞 然後你闖出去 就是那樣東西 我覺得那樣東西 你遇到的時候你才想 但是你未遇到的時候你不要想 因為你不是一個那麼厲害的人 我會這樣跟自己講 因為有很多 是 但是有很多理論 譬如 例如其中一個 假說就是 有人說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是 就好像matrix 是 代表其實 那躺平文化就很矜貴了 但問題就是 躺平文化 如果這件事不是真的話 你的躺平文化就是一文不值 所以如果你在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時候 你就已經躺平 那你就 躺平 你就 你就 你明白嗎 我明白 所以我就會覺得 我不是覺得那件事不重要 如果真的有人確認地球是完 這件事已經是對我去太空旅行有用的話 我就會覺得 這件事我會想繼續研究下去 但是如果我基本上在我有限的人生裏 我也上不了太空的話 其實地球是圓或者是方 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冷知識 我不會對它特別好奇 你明白嗎 OK 譬如matrix 如果我們真的好像在那個世界裡 我們會有一個真的世界 或者有一個假的世界 我會想 如果讓我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現實還是虛擬 我想完之後 我就會覺得這件事對我來說不重要 因為既然我如果是真的 我也逃不到現實的話 我就活好這個假的人生 OK 所以我就對那件事不好奇 好吧 漏 怎樣 這個是我的見解 竟然對這件事不好奇 我會想知道原來你覺得是真的 但其實你也不知道你的真是假是真是假的 是啊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不會想再好奇下去 因為是解決不了現在發生的事情 是 但我都不反對你好奇 我是不會因為這樣而好奇 我知道 好 今次這一集 去到這裡 我們剛好做了一半的問題 我們就決定在這裡斬一斬 將剩餘的剪片工作量交給他 在他那邊出 因為這條片好像都頗長 突然的 為什麼可以說這麼久 你知道好 然後就是 到底我們兩個最終的NBTI 有沒有變呢 有沒有變得到呢 重複一次你是 INFJ ENFP 那就是在他那邊揭曉 我在片頭也有跟大家說了 我是真的想做一個新系列做這個Podcast形式 那我希望 突然間行動了 那反正也是 這個長度我已經覺得沒得可以剪了 那這個就做頭炮 你看跟我過生活的時候 你突然間的人生 是突然Fast forward了 是啊 不知道做什麼事 你檢點一下 那所以 檢點這個字不應該用檢點 檢點一下 Sorry 我跟進了一次 所以希望接下來 我自己想逢星期五 就來一集 給大家臨睡之前 聽著睡 OK 那你喜歡看畫面也可以 很好 做的內容到現在還未定 就是我不會 你不要做了一下不做 是啊 我不會條條 我不會條條都是NBTI去做的 那至於做的內容 我之後就會公佈 而今集 我不是由今集開始逢星期五 No 今集是試驗集 不是 你要這麼多問題 但是你不想這件事 你就不會實行 你就會一直拖 所以你現在承認 你說 今集開始逢星期五 說 你可以啊 說啊 當你逼出來你就有了 你現在都是說話的 你就想 你就有一個星期的時間 你就去歐市的時候想 你就去洗澡的時候想 你一定會想到 你逼出來就有了 哥哥你是可以的 好像是 哈哈哈哈 如果由今集開始 由今集開始 逢星期五 都會有個新的系列 都會有個broadcast的系列 就帶給大家 而它是不會無故停止了這個系列 說 我是不會無故停止了這個系列 為什麼會是這樣 如果不是 你就是一個人生的失敗者 說 我已經是一個人生的失敗者 你不可以這樣想 好 你的密密的問題就是 你想不想做一個失敗者 不想 你不想做一個失敗者 但你為什麼要說 你是人生的失敗者 又逢星期五 你的人生都還沒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你要這樣說 好 繼續說 又逢星期五 就來聽完podcast睡覺了 嗯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是一個 哈哈哈哈 然後再說一句 然後他們全部都會unsubscribe 你不說 我會檢查你有沒有把這段剪下去 你一定要 不然我就在我的頻道 或者我的IG 所有平台都給我出來 神經病 拜拜 去我的頻道看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